在马来西亚 我想做个军人也没办法 国家叫你去哪里就要去哪里 就有这种痛苦 爱别离苦 所以这些军人都要给他召回来 但是各位你要超度军人 首先要解除他的军 军人的这些阶位 他才能够自由 不然他们都必须要按照军队的规矩 就不得没办法超度 所以来 所有军魂脱下军服 脱离境界 恢复百姓 离苦得乐 所以我想因为这个事 所以人家说军人的挥有加持力 当然也有耶稣力 就像我们在台湾还有很多日本军团 每天在一额一额 早就死了还在一额一额 为什么因为他们不能超度 整队都还在那边 除非他们放下他们的领导下令 解除军人的这些 所以缅甸就这样 军人一死掉 他们马上把他衣服脱光 我就跟他们讲说你这样不慈悲 师父你不知道 你不脱光他超度不了 他回不了家乡 所以要把他脱掉了以后 告诉他你恢复百姓你自由了 然后他才能回到家乡 接受超度 所以我们想到他们的苦 所以所有的痛苦都不要怪别人 都是自作自受 都是因为我们的无名我职 起了分别贪嗔痴而造生口意的业 所以有各种各种的轮回痛苦 乃是生老病死的痛苦 所以你不要痛苦 那就是千万不要再造恶 也更务在做诸恶 愿所有的友情 他们今天归三宝法 号叫佛法的法 戒律的戒 他们用佛法做他们生命的戒律 就必定能够离苦 那我们先忏悔 那各位已经决心不犯 就算你过去杀过人 但是你忏悔 那么以后你受了不杀生戒 所以你就有不杀生的功德了 就像杨洁摩洛 杀了999个人 但是看到一个怀孕的妈妈 难产快死了 他觉得他神无用 帮不了他 他跑回去佛陀面前哭 佛陀说你可以帮助他的 因为你以不杀生戒 回向给他就可以 杨洁摩洛说 我杀了这么多人 有功德嘛 那佛陀说你将来会再杀嘛 我说我连一只蚂蚁都不敢杀 所以你就有不杀生的功德 所以杨洁摩洛一跑回去 以不杀生的功德 会向里面拇指安颤 所以就这样拇指就剩下来 杨洁摩洛信心大正 没多久就正的阿罗汉 所以过去造了多少的恶业 如果各位有从今以后 绝对不会再犯 那你就有这一条戒的功德 千万不要拖延时间 过去你爱骂人 过去你会讲人是非 那你现在决心不会再犯 那你的口意也就会改变 然后呢你就有那个功德力 所以经典说一个菩萨 去打去骂去伤害整个地球 所有的人 哇这个菩萨怎么可以伤害 然后这样业障很重 但是呢他依然还是可以 将来成佛的 只要他唱会 但是一个人去骂一个发菩提心的人 这个人造的业障 比菩萨骂整个地球 打杀地球人的业障还重 所以佛多这样讲 是各位千万不要去 破坏到出家人的修行 特别是发菩提心者 所以你打骂整个地球人 那个业障还不够 你去伤害一个修行人的功德 的这种罪业 如果你不孝顺 什么都免谈 都免谈 你连归一三宝五戒的功德 都得不到 所以孝顺是基本 土地公说一个不孝顺的人 我这个土地都不承载他 所以这次有哪一本孝顺经典 各位要看 两个钟头就看完了 你因为不懂得对父母的 从心的孝顺 那你所读的佛法都没有用处 这是一个基本 这是一个基本 所以不孝顺得不到戒 再来 既然得到戒体 戒体各位虽然看不见 但是你要感受到它的力量 就像手上拉着风针 性很细 别人看不见 那你明明知道 所以以前我们用个人的想法 在引导我们的生命 现在要用你发愿的戒体 来引导你的身口意 你要有这个感受 特别发菩提心的人 那所有诸佛菩萨都在 跟你连线 都在加持你 你身上代表了所有诸佛菩萨 然后外表上却孤单的 在利益众生 但是你永不孤独 所以伟大的人永不孤独 因为他跟真理 乃至跟真理的灵魂 合在一起 所以要这样去利益众生 所以无上菩提心 以大悲心为根本 大悲心就是要承担 乃至众生的任何一个苦跟乐 都是你个人的责任 而且从你内心感受到 做过爸爸妈妈了 就知道这个感受 儿子一生病 女儿一生病 你痛啊 你痛啊 但是不能光自己的儿女生病 你在痛 而是所有众生在痛苦 你都会痛 你要有这个悲心的感受 所以为他们愿成佛 但是虽然发愿成佛 却精进的不断的在帮助众生 让他们得到暂时的安乐 所以各位要有这个责任 所以各位现在在荷兰 现在是不是荷兰的皇帝啊 你说不止 比荷兰皇帝还伟大 因为你要去承担这些 各位要真的什么 左内心里面想的是 为天下忧天下昌生 要有这个真实的悲愿 所以来不但是如此 这些友情是附着在无情的 这些树啊都砍都断了 那他们就活不了了 所以保留原生态的树林 是一个大环保 是一个大放生 是一个护生 他们就可以自然活在里面 人跟动物和平相处 所以希望无情的三合大地 都这么样的自然 这一点我们到荷兰 就要学习荷兰的这种 对生态的保护 都发起无上菩提心 愿他们都就近得到快乐 后面这八条每一条 在短期出家时间 从今天到十八号 还有几天 十二天 所以当然你要守到十四天 你要守到二十一天 四十九天最好了 世间的皇帝都还不如 守一日一夜灾戒 所以天上的玉皇大帝 那有一天说 这些人守八万灾戒 功德跟我一样 被佛陀谴责 你怎么跟他比啊 对不对 玉皇大帝 你不过是守五戒 六德行 你八观灾戒 还可以正的犯天 得到解脱 你不能跟他比 所以八观灾戒的功德 特别是不淫欲 所以第四 不忘于戒 各位一日一夜或灾戒 期间不忘于 能持佛 能持 第五 不饮酒戒 包括抽烟 葱 蒜 韭菜 不能碰 毒 所以各位一日一夜 或灾戒期间 不饮酒 能持佛 能持 第六 离花香阴落 香油 涂生戒 不要爱漂亮 擦动物皮 毛 穿皮鞋 这个都不穿 下回来这边 送保安在街 不要穿黑的 穿白的 黑的是中国穿的 所以这个树林里面 黑黑的走来走去 很奇怪的 好像鬼哦 你晚上最好不要出来 所以标准在海外 他们是穿白的 我们中国 因为天气冷 那时候穿黑的 因为不一样 都可以 那有人说 那我希望 我赶快赚钱 各位你不用烦恼 你只要越发心 世间的福报 就比你想的大百千万一倍 你才可以感受到 佛法的不可思议 佛法 你为别人想 别人就替你想 就这么简单 你根本不用烦恼 所以道心中 一时无缺 一个人之所以 世间福报 不够就是因为 不够发心 常常为自己想 有条件的 去做某一种 修行的时候 你反而障碍到 你自己 所以 普利心是最大的福报 这种发心也好 乃至慈悲心 你就尽力去做 你会发觉 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 这福报都跟着你 那你越发心 福报越大 为什么 这福报不是为自己 因为 这些众生都相信你 交给你 因为他知道 你可以把他的 一块钱又变成 一亿的福报 你在替他做功德 但是自己还是像 乞丐一样的 过了生活 再念一下 心如黄金 身如乞丐 各位最好这样发愿 拥有贫穷是我们 生生世世的快乐 因为如果你一想要福报 你来时最多到你升天 做皇帝 因为你在想了这个 你就离开了菩提心 所以各位要安于平见 也不要爱面子 事实上我们不要福报 我们福报最大 请问这边福报大不大 不错 自己发愿回去也盖一间好了 让别人来修行 对不对 而且要盖在环境好的地方 他们才愿意来 一律免费 对不对 给人家修行 只要他们愿意 做什么要正确的 要让这样福报更大 只要你发心 一切都没有问题了 所以有时候我都想说 我这辈子能够出家 能够领导一两个人 受包困在街 让他们能够升天 所以可能将来也会称佛 我们活着好有意义 对不对 你给他一百亿的美金 还不如让他能够归三宝 受五戒 能够八万载戒 这功德有多大 那现在我们已经 又活超过人的思想 外面的燕工一直在做 无量无边的二轨道 动物道 终于生一直来 一直来 这个叫无遮道场 叫二十四小时的宴席 一直在构造着他们 让他们能够离苦 所以你这样一想 太伟大了 太伟大了 活得很有意义 活得就是能够帮助众生 能够给众生快乐 自己早就超越自己 不要为自己想 然后呢 所以所有功德 八万载戒功德太大了 那一切都是给众生了 自己三轮提空 就是说 没有执着自己的问题 所以各位 你真的要试试看 我发觉有些人 虽然修行十年二十年了 他一点都没改变 因为他没用过心 你试试看 二十四个钟头 都保持正念 让自己讲话 思想都改变 就按照戒律去做做看 那你今天改变了 明天就会改变 试试看 这个佛陀说 他没办法强迫你 解脱靠自己 改变靠自己 但是他把方法给我们了 那各位要真实去试试看 一日一夜 保持这样正念 所以八万载戒功德这么大 是因为你真实这样子的去做 那你才知道 不可思议 因为要做到 保持六念法 实在不容易 保持悲心实在不容易 分分秒秒 要保持这样 这个叫密序 不离开空性悲心的状态 实在不容易 随时都会念头跑掉 就像人家尼阿弥陀佛 都会打妄想 都会打瞌睡 再拉回来 不容易 要达到不作三昧 很难 但是这个就是 很殊胜的地方 那如果你能够这样 坚持好 坚持好 那就不可思议 所以奉行一日一夜 实为甚难 所以各位不可一刹那时间 起世俗的想法 世俗就是世间八法 今天不要照镜子 今天我是一个 真实的修行者 菩萨 一切都是想的众生 不是想自己 亦不可以 参大情绪 懈怠心 所以 外面境界怎么样 不要被影响 有些人你看他平常不生气 他内心可生气的 他只是没讲出来而已 所以 对他还是伤害 因为内心里面 还是在起心动念 所以我们内心 还保持在精进的状态 所以能够读诵大圣经典 按照经典的 去观修 还是能去利益众生 当勤修六念 谨护 谨就是小心保护 这八条戒律 如果你这样去做 内心保持六念法 小心 保护 外表的戒律 又不离菩提心 那太殊胜了 你的累世的恶业烦恼习气 自然除灭 自然除灭 我告诉各位 我很少看到人家除灭了 为什么 因为如是因如是果 他没有去 很认真 就感受不了他除灭 他还是那个问题 还是继续在痛 还是继续在哪里起烦恼 这一点就好可惜 所以各位要有一个决心 纯善本心自然开朗 就像臭水锅 突然变成干净